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韩光君在入室第一集 蓝望鸡猛地睁开双眼 额头满是汗珠 半上才有了些意识 呆呆看向周围 檀香气息 桌椅摆放 一切都那么熟悉 这里是蓝室 蓝望鸡心神大振 跑去拉开抽屉 一涕的天子笑 满满当当 看着眼前的一切 蓝望鸡这才如梦方醒 自己重生了 随着意识到这一现实 上辈子满满的记忆 疯狂挤进脑海 祸起 足灭 离山盛世 害得蓝启人吐血而亡 蓝熙尘死于案件之下 自己和蓝景仪 被束刀穿身 至死也没见蓝思追最后一眼 蓝望鸡眼中恨意滔天 重生一次 他必将把仇人们斩尽杀绝 为蓝室血恨 正想着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寒光卷 夜列笔记已经收起 我们可以进来吗 蓝思追 是蓝思追的声音 蓝望鸡浑身一震 忙冲去打开蓝室大门 迎面看见蓝思追和蓝景仪一人 抱着一摞笔记 蓝思追楚楚速速 欲象一般 蓝景仪眉眼间透着古灵精怪 一看就是个活泼自私的少年 这是他们还没出事的样子 蓝望鸡再也控制不住 一把紧紧搂过二人 泪如雨下 寒光鸡 我错了 蓝景仪惊慌失措 拼命挣扎 我不该在蓝老先生课上吃零食 我认罚还不行吗 您别这样 我害怕 相比之下 蓝思追虽然也猛了 但很快冷静下来 安抚蓝望鸡 寒光鸡 您先坐下 蓝望鸡很久没有痛哭过了 刚才一阵骤然发现 让他这才回过神 阻止了正捡着 叶列笔迹的蓝思追 思追 别忙 过来让我看看 蓝思追一头雾水 拉着蓝景仪上前 蓝望鸡仔仔细细 打亮他俩一番 突然拨开蓝思追额前的头发 声音颤抖 你这处伤口是怎么回事 那处伤口不大 却让他想起了 那块刺眼的白布 他不能让蓝思追再受伤了 秉寒光鸡 这处伤口已经无碍 我和景仪昨晚夜夜时不小心 被不知名的邪碎所伤 幸得离山盛世公子相救 蓝思追连忙解释 一旁的蓝景仪没注意到 蓝望鸡听到盛世时冰冷的眼色 语气略带抱怨 是啊 泽吴君听说后 让我和思追去离山道谢 等等 不对劲 抽屉上的立本明确写着 今天是玄政二十年九月十一 上一世的圣家 也是以所谓的叶列中 救了蓝思追为借口 来一步步接近蓝室 实施阴谋 但与上一世不同的是 这次圣群英的行动提前了 这场所谓的英雄救美 提前了几乎半个月 意识到重生后 蓝望鸡原本打算 趁着圣家还没开始行动 就像兄长 叔父以及蓝思追二人 渗透盛世野心勃勃 必须多加提防一事 但圣家的行动 已经赶在了自己之前 蓝望鸡心中锦铃大作 起身向外走去 你们年幼 我与你们同去 思追 你说韩光君这是怎么了 突然把咱们当小孩子 都十六七岁了 还年幼啊 蓝锦仪一边遇见 一边小声抱怨 蓝望鸡专心遇见 没有解释 重生一世 太过灰鬼绝怪 蓝锡尘等人肯定不信 更何况事官灭族 他不想让家人们 为此悬心不安 蓝思追正要答话 却见前方 酸妮家文奇正烈烈作响 离山已到 三人按下云头 收了遇见法觉 停在盛世先府门前 阎旺一派清冷 悬柱上朱七波罗的 盛世先府 蓝望鸡也陷入了回忆 曾经的盛世 其实是蓝氏的附属家族 老宗主为人公正 贤德高尚 备受蓝氏青睐 与其结为有足 盛老宗主在任期间 盛世虽不及四大世家显赫 但在仙门也数得上号 可惜法温之战后 盛老宗主先世 盛群英的父亲盛怀继位 他沉迷美色 任人为亲 将老宗主积累的好名声 拜了个干净 荒唐到上一世 基本不问仙门中士的蓝望鸡 都能对他有所耳闻 也正是那时起 盛家开始走了下坡路 正回忆着 两个盛世门生迎上前 毕宫毕竟的引三人进去 宗主与大公子 已恭候多时 韩光君请 二位小公子请 盛怀父子都在正厅迎接 见了蓝锦怡 盛怀的脸色却变了 像是见了仇人 蓝锡尘不是说来的是蓝丝锥吗 怎么还有他 真是晦气 给我赶出去 盛宗主 你这是何意 先是直呼蓝氏 宗主明慧 又驱赶蓝氏小辈 这就是盛世待客之理吗 走在后面的蓝望鸡 几步上前 扬声质问 韩光君 您也来了 职守的弟子 好没规矩 怎么也不通传一声 真是怠慢了 盛怀马上变了笑脸 起身腰三人入座 韩光君 我而见思追欲险 搭就是情理中事 怎还让您携孩子们 专程来道谢 盛蓝两家室友足 何必这么客气呢 蓝氏友训 逢恩必谢 蓝望鸡冷声道 再一次看清了仇人的长相 盛群英头戴玉冠 见眉俊墓 也算得上俊朗 笑面上却一股咄咄逼人的意味 像是棉花里裹着尖刀子 这时 另一旁的盛群英 也随父亲起身 以茶代酒 向蓝望鸡摇摇相敬 韩光君 这杯酒一世为道歉 我父亲刚才不是那个意思 请您见谅 二来世为亲上加亲 今日就算您不来离山 我也打算择日去蓝氏拜访 只因 亲上加亲 蓝望鸡心头一紧 自己的担心 不会也在这一世提前了吧 随即 耳边又响起了盛群英的声音 只因我对蓝思追小公子一见倾心 今愿以离山之父作聘 取他为妻 圣公子 蓝思追完全猛了 手里的茶放也不是 喝也不是 见他尴尬 蓝锦衣可忍不下去了 圣公子 圣蓝两家室友足不假 但已经数年没有来往 你什么时候见过思追 喜欢他到了要求取的地步 不觉得突兀吗 蓝锦衣向来心直口快 这几句回击 给了蓝望鸡 极短的时间理清头绪 他本想着借重生 替小辈们规避后续风险 却也导致了如今一系列连锁反应 从圣群英救人到求取 都比上一世提前了不少 真是成也重生 败也重生 想到这里 蓝望鸡没有急着表态 反而先看向了蓝锦衣 锦衣 圣公子上次来姑苏 还是六年前你办十岁九的时候吧 蓝锦衣反应迅速 马上配合 是啊 韩光卷 当时圣公子就是我和思追现在的年纪 他做了片刻就急着走 嫌我是小孩闹得慌 临走还把桌上的奶片都揣走了 叔侄俩这一唱一和 向圣氏父子传达出三个讯息 圣蓝所谓的情义名存实亡 少拿有不有足说事 圣群英和蓝氏小辈们 连面熟都混不上 更别提感情基础了 而且他现在已经二十多岁 和蓝思追年龄差距太大了 无论仙门还是凡奸 谁会把家里才十几岁的小辈 嫁给一个差十岁以上的人 圣公子 思追今年才十七岁 他不适合做你的妻子 蓝忘机当场拒绝 干脆利落 圣氏父子一时雨色 圣群英尴尬地微笑两声 韩光君比人不才 思以为两情相悦 并不一定要天长日久 否则也不会有一见钟情 惊鸿一瞥之谈了 这件事还是要看 思追小公子的心意 思追小公子 你一下如何 见四人的目光 都聚焦到了自己身上 蓝思追也冷静了下来 起身行礼 多谢圣公子美意 只是婚姻大事 一时恐难定夺 还需听评足中 长辈做主 这一通弯弯绕绕 婚事同意与否 还是落在蓝望姬等长辈身上 而蓝望姬的态度 已经十分明了 韩光君 圣群英还想开口 只见蓝锦仪咳嗽了一声 韩光君 天色不早了 蓝老先生说 今日整理藏书阁 让我和思追快些回去帮忙呢 听他这么说 圣群英脸上闪过失望的神色 圣怀倒是神色自若 照样笑呵呵地站起身 说了些客套话后 宋三人离开了仙府 回去的路上 蓝思追一言不发 心事重重 连灵剑都微晃了一下 蓝望姬看了他一眼 提醒道 思追 专心 蓝思追应了一声 欲言又止 韩光君 我们今天强硬地拒绝了圣公子 会不会 圣事所言 你无需多虑 蓝望姬淡淡道 他清楚 蓝思追内心所想 从小接受的礼教 让他们就是心里再气再怨 再不同意 回绝别人也是为婉为上 蓝思追本就是极温和的性子 再加上十几年来 从没见过长辈们 这样拒绝别人 难怪心里泛起了嘀咕 思追 你就是太善良了 韩光君只是态度明确 不至于强硬 再说 你为他考虑 他今天这么唐突 为你考虑了吗 蓝景仪气鼓鼓地反问 圣群英这种人 被拿着扫帚轰出去 都不为过 你和韩光君拉不下脸 我拉得下 要是圣事再来纠缠 让我去对付他们 蓝望姬没有马上回答 脑子里全是上一世 圣群英求取后的场景 那时的蓝氏 也因为圣事现在早已不复往昔 以及年龄差距问题没有同意 圣群英却不死心 吃准了蓝氏拉不下脸 毅然三番五次提起求取 再三被婉拒后 在半个月后的清坛会上 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韩光君 云深不知处到了 蓝景仪的喊声 把他拉回了现实 远处群山入云 掰练垂空 静谧的云深不知处 这时还好端端的 正厅门前 一个长身玉立的人影愈发清晰 蓝望姬心头热浪一扑 几乎流泪 凶掌 他温润之礼 谦和体恤的凶掌 先门公认的大雅君子蓝锡臣 上一世就屈死于圣怀案件之下 若不是顾忌蓝思追 和蓝景仪还在身边 他甚至都想抱着蓝锡臣痛哭一场 忘记 你上午还是好好的 这是怎么了 蓝锡臣细致入微 很快发觉他情绪不对 思追 景仪 你们路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蓝思追刚要说话 只听一青年声音传来 既然二哥和韩光君有事 那我就先回蓝陵了 改日再来拜访二哥 这声音 蓝望姬寻声望去 当场瞳孔地震 是梦瑶 被蓝锡以打断的记忆 在看到梦瑶的那一刻 蜂涌而至 上一世情堂会上 圣群英给蓝思追的酒中下了药 趁他意识不清醒 把他和同样被下药的梦瑶关在一起 锁了屋门后 又故意将重宾客引过来 看到了最不堪的一幕 宾客们大惊 议论如废 蓝氏一向重德行 民事里交出的小辈竟如此荒唐 可耻至极 孟浪也要分场合吧 这可是仙门最重要的圣怀 怪不得金兄不肯认回这个儿子 这种见不得光的娼妓私生子 就该关起门打死 如此家丑 千刀万寡都不为过 这场颇天大祸后 蓝氏名声扫地 蓝思追被千夫所指 不得不同意嫁给圣群英 同时 无故的孟瑶 成了全仙门的笑柄 金家摊上如此丑闻 惹得金光扇勃然大怒 痛则孟瑶一顿后 八下金氏校服 逐出了金灵台 可即使在心痛如鸽 百口莫辩 他对蓝思追的伤害 也已经造成 孟瑶万念俱灰 拖着满身伤 横上了蓝氏山门 他无言面对蓝西辰 留下一封信后 转身走入了 又冷又薄的尘雾 孟瑶的下场 蓝忘机也有所耳闻 上一世蓝西辰被杀后 他仗剑要去报仇 却被划分为蓝氏同党 最佳一等 被金光扇先一步 以城之镊子为名处决 那些狂徒 家丑 登徒子的恶名 直到他厌弃 也没有抹去 阿瑶 抱歉 今日我不能送你了 天色已晚 你回蓝陵路上当心 蓝西辰嘱咐到 看着孟瑶离开后开口 忘机 你先回蓝氏休息 我还有些宗物 一会儿再去看你 蓝忘机点点头 回了蓝氏 心中杂乱如麻 也许是这一天 关于上辈子的惨痛回忆太多 他头疼欲裂 竟晕沉沉睡了过去 睡梦中 无数声音传来 把他死死缠住 几乎窒息 你害死我叔公和伯父 必遭报应 二哥 我犯下大错 此生再也没有脸面来蓝氏 来见你了 天阳我蓝氏 天阳我姑苏蓝氏啊 突然 一道活泼而熟悉的少年声音 生生闯入梦境 蓝湛 看我 今年 已经是魏无县离开的第十三年了 上一世的爱恨情仇 如今想来 真如隔世 亲人 爱人 他一个都没能保住 半梦半醒间 蓝旺姬隐约听到了自己的哽咽声 他以为自己早已麻木 不会哭了 旺姬 醒醒 是兄长 本视频由边外苏同制作 韩光君在入室 第二集 蓝溪沉的声音 驱散了这片梦魇 蓝旺姬睁开眼睛 看到了一脸担忧的蓝溪沉 旺姬 今天你从离山回来就不对劲 那时阿瑶在 我没有细问你 现在该告知兄长了 兄长 没什么 蓝旺姬还没从刚才的梦中彻底清醒 下意识的依然隐瞒 兄长身为宗主 已经肩负太多 如果让他知道 圣氏的毒计 和蓝氏的未来 他一定会更加 蓝溪沉叹了口气 旺姬 你何必隐瞒 来蓝氏前 我已问了 私追和景仪 圣氏求取 事出反常 我也觉得十分不对劲 与你 我身为兄长 于塞追景仪而言 我身为长辈 绝不能让你们设险 所以 我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 听着蓝溪沉 不容拒绝的语气 想起自从重生后 圣氏一次次提前的行动 蓝旺姬思虑半赏 艰难开口了 兄长 我做了一个你听起来 必然觉得很离奇的噩梦 迎着蓝溪沉 诧异的目光 蓝旺姬说起了 这场噩梦的结局 上一世离山婚礼上 剑蓝思追 被圣群英带进心房 蓝旺姬黯然离席 准备遇见回姑苏 他身后 重兵客一边宴隐 一边毫不掩饰的野鱼 这场丑闻闹剧 可是让蓝氏彻底 颜面扫地啊 何止是颜面扫地 蓝家连宋青 都只派了蓝旺姬一个 平日里自诩先门楷模 高高在上 现在怎么样 哼 灯高跌中了吧 这声声飞翼 听得蓝旺姬愤闷满腔 正要驳斥 却听到新房里 传出摔杂东西的异响 还伴随着一声怒吼 好啊 好个姑苏蓝氏 这是怎么了 众兵客战然而止 面面相去 一起转头望向新房 碰 房门被一脚踹开 圣群鹰一脸怒容 把衣衫不整的蓝丝锥 强托到众人面前 牵着他的双手 撩起了衣巾 只见蓝丝锥的腰侧 一片暗红色的烫疤 赫然在目 当年温氏族人兵败后被砍压 我偶然目睹 一个幼童被烫上烙印 原来就是你 原以为那批瘟狗 都已被处死 没想到你这余孽还活着 蓝氏包庇你十余年 居心昭然若见 圣群鹰 你放开他 蓝望鸡又急又怒 越过几桌宾客 想救下蓝丝锥 却一阵猛烈的头晕身软 晃了几晃后 摔倒在地 眼前恍惚起来 桌席上的茶杯 滴溜转了一圈后 掉下碎在眼前 从头到尾 他从未冻桌上的韭菜 只喝了尽给自己的那杯茶 原本就躁动不安的喜糖 被这一惊天变故 击得彻底沸腾 蓝丝锥竟是温氏的人 居然还有温氏罪人存活于世 蓝氏也太缺的了 这不是坑人吗 可怜了盛氏公子 被蒙骗着 娶了温狗 喜糖精变后 因为窝藏温氏余孽 蓝氏在众目睽睽下 被定了灭族重罪 盛氏反而成了未保有族名声 怨取生名狼藉的小辈 却被骗昏的受害者 光明正大 脱离了蓝氏 附属家族的身份 全权掌控行刑一事 蓝氏灭族后 盛氏趁势把吴主的云深不知处 占为己有 堪称顶级赤绝户 听完这个噩梦后 蓝氏陈沉默良久 忘记 在你的梦里 叔父 私追锦仪 还有你 我们一家人 都因为盛氏不在了 回想起上一世 惨绝人寰的一幕幕 蓝旺基心头酸楚 艰难点了点头 怪不得你昨天 从离山回来 就满腹心事 蓝氏遭如此大祸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们 蓝氏陈微微哽咽 双眼见红 眼下可不是伤心的时候 蓝旺基连忙提醒 兄长切勿自责 兄长请想 盛氏布局的所有事 是否都太巧合了 盛氏所言谎话连篇 摄日之争后的很多事 旺基 你有所不知 蓝氏陈神情凝重 当年温氏兵败后 金宗主贪得无厌 浩大喜功 一力争得堪压 所有温氏俘虏之责 趁机搜罗温氏法器 为防备其他世家发现 堪压俘虏之地 关卡严密 敬畏重重 除了金氏族人 不可能有其他世家能进去 圣群英的所谓亲眼目睹 纯属子虚乌有 如果是听人所说 也很不现实 蓝旺基接住了蓝锡尘的话头 圣氏终究是没有亲眼目睹 就算有人向他描述 丝追被烫上烙印的场景 相隔十几年 圣群英也对应不上丝追的相貌 也就是说 这场阴谋的背后 其实是金氏主谋 蓝锡尘点点头 没错 金光扇野心勃勃 且一向擅长脏了附庸的手 自己全身而退 今天阿瑶来找我说了很多 提到了金光扇勒令 他去圣氏做客亲 想来是有让其监视之意 可见金光扇对圣氏这枚棋子 并不放心 说到这里 他不免担心 孟瑶一向不为其父所喜 如今被迫卷入 只怕日后若有栽殃 除了蓝氏 首当其冲的必是孟瑶 蓝旺基欲言又止 说句心里话 他一直隐隐觉得 孟瑶城府颇深 但于情 上一世孟瑶自身难保 腹背受敌 却仍站出来维护兄长 为蓝氏报仇 于理 孟瑶身在京市 能第一时间向他们告知 金光扇的行动 防患于未然 复仇一世 拉孟瑶入局 对他是一种保护 也算是谢了他上一世 舍命相互之恩 想到这里 蓝旺基开口 兄长 既如此 我们把此事告知孟瑶 好 蓝锡尘锦咒的眉头得舒展 我这就飞鸽传书至蓝铃 让他也多加防范 则无君 蓝铃今世 加急传书 蓝锦仪急匆匆跑到蓝市 将一封书信 交给了蓝锡尘 好 锦仪 你先去听学 将蓝锦仪劝走 蓝锡尘马上打开了书信 之前孟瑶从不加急传书 如今是出反常 定是出了大事 果然 第一行就让他震惊万分 二个 盛群英曾有过一任发妻 现为金宗主的侍妾 万不可让私追嫁给他 盛群英居然结过婚 这消息 让蓝锡尘吃惊不小 他拿着书信起身 正打算去找蓝旺基商议 却见一蓝室家仆进来禀报 并宗主 锦仪公子在山门处 和盛氏公子吵起来了 锦仪怎么 蓝锡尘问话刚出口 就想起了蓝旺基的话 盛群英在离山被拒绝后 曾数次来蓝室 提起求取之事 这种拿别人的涵养 当软弱可欺 一步步试探底线的人 也该被碰碰钉子 好好治一治了 想到这里 蓝锡尘的态度缓和下来 你先下去吧 等我见到锦仪 再好好问询原因 山门前 盛群英带着轻信 一脸假笑 快要装不下去了 锦仪小公子 我是真的有要事 求见你蓝室长辈 你就别耽误时间 让我进去吧 可真不巧 我们蓝室长辈都不在 蓝锦仪抱着胳膊 不满地暗中翻了个白眼 你是不是还想找私追 只要有我在 你就妄想 见他这副表情 又是四下无人 盛群英干脆连装都不装了 荒唐 我是真心来求取蓝私追 轮得到你一小辈 在这里指手画脚 你如此口出狂言 把盛蓝两家的情谊 置于何地 蓝锦仪不急不脑 不紧不慢地从袖中 掏出一把瓜子 庞若无人地磕了起来 说起两家情谊 那天我们从离山回来 听宗主泽乌军说 盛氏与蓝氏相识颇久 辈分可复杂得很 戏论起来 你还得管我和私追 叫大伯二伯呢 上门来求取大伯辈 你可真是个好侄儿 蓝锦仪这么论 就等于 把和蓝私追的辈分 与盛怀兄长 画到一窝去了 一身好侄儿 还占了自己个大便宜 盛群英顿时大怒 胡说八道 蓝氏号称 仙门楷模标杆 就交出你这种满嘴胡言 不懂李树的孽图吗 听他狗急跳墙 乳急蓝氏家教 蓝锦仪冷笑一声 把瓜子皮干脆地 吐到他脚下 哨贼喊捉贼了 到底是谁不懂李树 如果李树是贸然求取 比自己小十岁的有足倾倦 是已经被明确拒绝后 屡次来现眼 是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 无端打扰蓝氏的亲近 让你口中有足的长辈为难 那这样的李树 我蓝锦仪的确不懂 倒是你整个盛世很懂 盛群英辱及整个蓝氏家教 那就别怪蓝锦仪 也扯到盛世全体 更何况 盛群英的一言一行 无不代表盛世的贪婪意图 他这么做 没有盛怀的默许和支持 鬼才信 你 盛群英被这一连串反击 对得哑口无言 正气急败坏 只见一道遇见的人影 有远极近 飘飘然落在蓝锦仪身边 正是蓝望鸡 他连忙见礼 见过韩光君 在下与锦仪小公子闲话 没能及时前往蓝氏拜访 望韩光君见谅 蓝望鸡面色冷若冰霜 闲雾地扫了他一眼 转头道 锦仪 你来说 蓝锦仪一向直来直去 心急口快 哪见过盛群英茶味那么重的 当下就气不过了 禀韩光君 上次在离山 你已经明确 回绝了盛世的求取 思追也对盛公子无异 但他几次三番前来执意求取 还非见思追不可 我一时没忍住 和他争执了几句 莽撞失礼 请您恕罪 好 我知道了 蓝望鸡淡淡道 以眼神示意蓝锦仪 站到自己身后 见蓝锦仪在长辈面前吃扁 盛群英也假装大度 无妨 无妨 韩光君 锦仪公子年少 难免自私随意 在下不会计较的 锦仪所言没错 蓝望鸡毫不留情 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盛公子 思追不可能嫁给你 这是蓝氏所有长辈的意见 时辰不早了 锦仪要去听学 也请你早些回离山吧 你 盛群英目瞪口呆 一向谦和的蓝氏 居然会下逐克令 奇灾怪灾 蓝氏上下 都世心疯了不成 见他被施了定身法式的呆立在原地 蓝望鸡连看都不想看着伪善的嘴脸一眼 他再无半句多余的话 拂袖而去 锦仪 跟我来 到了蓝氏 蓝西辰早已 等在那里 见两位长辈都在 蓝望鸡还把门关上了 这架势 分明就是山羽欲来 赶狗入穷巷 蓝锦仪哭丧着脸 则吴君 韩光君 刚才是我鲁莽了 家规能不能少罚几遍 我还欠蓝老先生十遍没抄完呢 我说过 你所言没错 蓝望鸡缓声道 蓝西辰也忍俊不惊 锦仪 别这么紧张 我和韩光君何时说过 要罚你 真的 蓝锦仪喜上眉梢 您和韩光君不生气 还是说 您也不喜欢那个圣公子 蓝西辰与蓝望鸡对视一眼 哭笑不得 我们看起来像是喜欢的样子吗 听他这么说 蓝锦仪瞬间来了精神 则吴君 那个圣公子 实在太过分了 您有所不知 他之前就来了好几次 不是要见私追 就是要见蓝氏长辈 好歹是个世家公子 这死缠烂打的油滑镜头 镜像的凡间登徒子 见蓝锦仪义愤填膺 蓝望鸡心中却有些异样 在离山初次听闻求曲时 上辈子筋骨折断 也要为蓝丝锥报仇时 还有今日回击圣群英 只要涉及蓝丝锥 蓝锦仪就反应强烈 难道说 锦仪 以后如果圣公子再来蓝氏 你就带私追躲着他 万事有我们这些长辈在 你们不要与他起冲突 记住了吗 蓝锡尘叮嘱道 是 则吴君 蓝锦仪拍了拍胸脯 他还是个幼童时 蓝锡尘就已经是宗主了 没什么时间精力陪伴他 蓝望鸡又是个冷性子 除了教导 业劣和课业 基本不跟他说话 他一直觉得 与两位伯父很疏远 今天他们居然和自己 站在同一阵营 让他顿时亲近了许多 蓝锡尘点了点头 正想和蓝望鸡 商议梦摇的书信一事 蓝望鸡看出了他的心思 兄长稍后 我与锦仪有几句话说 待蓝锡尘离开 蓝锦仪疑惑道 韩光君 您找我还有什么事 你是否心悦思追 啊 蓝锡尘没想到 他会问得这么直接 目光有些躲闪 语无伦次 我对思追 我拿他当同窗好友 从小就认识的 实话 蓝望鸡强调道 见蓝锡尘脸都红了 他心中了然 自己也是从这个年纪过来 蓝锡尘此刻的想法 他再清楚不过 见小心思被看破 蓝锡尘低下头来 捏如片刻 才发出蚊子教室的微声 心悦 不过韩光君 您会生气吗 不会 蓝望鸡内心诧异 说实话还怕他生气 自己在小辈们眼中 究竟是什么形象 锡尘 你和思追已经长大 关于你们的感情 我不会干涉太多 我只要求你们 记住泽吴君的话 一定远离盛世 蓝望鸡心中一酸 他怎能忘得了 上一世蓝锡尼的惨死 远离盛世这样的话 他哪怕嘱咐千变万变 也心有戚戚 韩光君 您放心 我再也不会鲁莽行事了 蓝锦尼连连保证 他看着蓝望鸡 忍不住笑了 韩光君 我总感觉您和之前不一样了 但具体哪里不一样 我也说不出 好 你回去听学吧 蓝望鸡疲惫的 揉了揉太阳穴 自重生以来 他夜不能寐 只要一闭眼 眼前就浮现出 上一世种种惨象 这样的心魔 也许在这一世复仇成功后 才能彻底消散 蓝锦尼走后 蓝望鸡芒叫回兄长 一起看起了梦瑶的即兴 然而 上面的内容 让兄弟俩久久无语 哪怕是身为宗主的蓝锡尘 也瞠目结舌 原来在盛群英年少时 有一次酒后荒唐 和家中婢女贺灵有了苟且 贺灵性格泼辣风骚 原本就不安分 一心想摆脱奴籍一步登天 一招背靠大公子这棵大树 可是得意了好一阵子 可想而知 盛怀看不上婢女坐儿席 奈何贺灵的枕边风 吹了十几惊 盛群英还以死相逼 盛怀苦不堪言 只能咬着后槽牙 同意了婚事 然而 摄日之争前夕 盛氏作为蓝氏有足 也被齐山温氏打压 贺灵发觉 盛氏好景不长 又见金光扇 因为前妻向温若寒 俯首称臣 没怎么受到波及 金氏还是四大家族之一 便又蠢蠢欲动 在清坛会上 勾引金光扇 在盛氏又大闹无数 盛氏父子焦头烂额 深知斗不过 这不知羞耻的女泼皮 索性一指修书 把这温神赶紧送走 疑不错 不不错 因为贺灵 盛群英白白蹉跎了 好几年时光 被搞得心力交瘁 同时 因为盛氏被温若寒 被打压后 财力物力都断崖式下降 没有世家愿意 把女儿往离山送 所以 自从修了贺灵 盛群英就再也没娶过妻 虽然盛群英 是个缺的人无疑 但在第一段婚姻里 她是真的很无辜 一封长信 看得蓝锡尘与蓝旺鸡 又好气又好笑 然而 蓝锡尘更担心的 还是孟瑶在金氏的处境 嫁入金氏后 因为金夫人的打压 贺灵只能当最低等的侍妾 奈何贼心不死 仗着金光扇的喜欢 她一个奴婢出身 还被修过的侍妾 居然异想天开 数次要求金光扇 把她写入金氏族谱 美其名曰 想要个保障 金光扇凡不胜凡 金夫人火冒三丈 便猴儿吃柿子 着软的捏 把气都撒向孟瑶 孟瑶被双面夹击 在金氏如履薄冰 此时 蓝铃阳光正吼 暖蓉蓉照的人通声舒畅 孟瑶远望云深不知处 心有谦虚 圣群英包藏祸心 居然把竹翼打到蓝丝锥身上 二哥和韩光郡一定为此悬心已久 二哥宗物繁多 自己的急性 也不知他现在仔细看过了没有 近日来 金光扇让他处理的琐事不少 怕是有段时间不能去拜会二哥了 本视频由边外书童制作 韩光君再入室 第三集 哎 你站那儿干什么呢 宗主要见你 还不快去 金氏大弟子蛮横的声音传来 好 我就去 孟瑶不想计较他的态度 匆匆答应一声 赶往金灵台 离近灵台还有距离 便听见丝竹乐声 期间还夹杂着男女的调情欢笑 孟瑶迟一片刻 步入正殿 见过宗主 不知何事 急患属下 见他进来 欢快的取声戛然而止 邻人们也满脸 尴尬地退了下去 没规矩 你要进来 怎么不事先通报 金光扇见自己好事背脚 闲雾地瞥了他一眼 宗主 孟瑶辩解未完 就被金光瑶搂着的贺灵白了一眼 宗主 让他等着就是了 我还有事要和您说呢 急什么 你先别说话 金光扇呵斥贺灵一句 转而质问孟瑶 听金子勋说 你私自动用红血蓝眼 传书姑苏蓝事 信上写的什么 至于你这么着急 给我从事交代 孟瑶心下一惊 随即脑子一转 谎话张口就来 宗主息怒 前几日仙门盛会时 蓝事宜女修的随身玉佩 落在了精灵台 蓝宗主想让属下帮忙找找 那玉佩价值不菲 丢了必定着急 又是女修随身之物 属下不敢拖延怠慢 又因那天所有普通性格都飞出去了 属下无奈才撕动了红血蓝眼 以后绝不会再犯 望宗主宽恕 严霸 孟瑶低下头 死死攥紧了拳头 红血蓝眼是金氏最优等的一批性格 专用来传送佳级文书 金氏得利弟子们都可调浅 可偏偏对他又卡又堵 说破大天也不给用 他是金光扇的妻儿 却只能一口一个属下 听他这么说 金光扇的怒涩缓和了些 却依旧面露不喜 你现听命于金氏 就不要整天跟在蓝锡城后面 找东找西 像杂一样 这次既往不救 再敢有下次 按家法处置 一听蓝锡城的名字 孟瑶神情微变 随即低下头来 用行李掩饰 谢宗主宽宏 一瞻女修的事 就这么上心 难怪出身勾兰地剑 贺林扬声讥讽 冲金光扇发起难来 宗主 孟瑶这种人 早晚会成祸患 不过一个娼妓私生子 您还把他留在身边 而我不过是 想把名字写入金氏族谱而已 很过分吗 娼妓 私生子 孟瑶猛地抬起头 历见似的目光 狠狠定在贺林身上 好了好了 你先下去吧 金光扇不耐烦地挥挥手 动作像是在轰苍蝇 眼下自己是威 还不能动手 孟瑶沉默地在行一礼 转身离去 刚走出两步 背后传来贺林刺耳的声音 刚才的曲子太俗套了 快换成宗主上次 听着喜欢的玉堂春 司主管先生又响了起来 林人重新开口 咿咿呀呀地唱词 响彻了精灵台 想起当年洛昌苑 迎新送旧 甚可怜 被骗入红铜身遭难 造成了冤狱险被刀砍 孟瑶的脸色愈发阴沉 气闷满胸 直到掌心被紧扣的指甲刺破 疼痛才使她清醒过来 看向高高在上的精灵台 目光阴狠 富若不富 子可不子 金光扇 你和贺林得意不了几天了 下午 云深不知处暮色出现 蓝锦衣裹着厚棉袄走出房间 猛地打了个大喷嚏 喷嚏声刚落 旁边的房间门也打开了 蓝衣探出头来 锦衣堂兄 你风寒还没痊愈啊 现在刚入秋 你怎么穿这么厚 别提了 我可难受死了 蓝锦衣鼻头红红的 说话都带着鼻音 生病不能下山玩 不能喂兔子 私追今晚还去夜恋 不管我死活 夜恋 蓝衣吃惊 私追师兄 不是很久没自己下过山了吗 这次夜恋 谁陪她去 蓝锦衣猛吸鼻涕 没人跟着呀 私追又不是三岁小娃娃 丢不了 之前她也独自夜恋过 还能触审妖室 那她去哪里夜恋啊 蓝衣追问 好像 是玄武山吧 蓝锦衣说着 又连打了两个喷嚏 不行了不行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冷得不行 回去暖和一会儿 看着蓝锦衣的房门又被关上 蓝层嘴角上扬 转身回了房间 夜幕降临 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沿山路而下 快步走入云深不知处山下的密林 矮下身子 压低声音 学着怪异的鸟叫 咕咕咕 不一会儿 一只灰色信鸽飞来 那人影直起身 像灰鸽招手 信鸽扑上着翅膀 眼看就要 落在她身处的手臂上 一只利剑 挟着疾风射来 刺穿了灰鸽 让她打着线落在了地上 渴血扑腾 不好 人影大惊 转身急逃 刚跑两步就摔倒在地 眼前金光一闪 赫然是一片屏障结界 像是平地里 长出了一堵高墙 她刚想爬起来 只见那刚 射穿灰鸽的剑尖上 沾着鲜红血迹 正对着自己的眉心 她抬头一看 顿时骇然 寒光剧 锦衣堂兄 蓝锦衣面露弦雾 晚宫搭建 丝毫未松 吃里爬外的叛徒 还有脸叫唐兄 眼前两股战战的少年 竟是蓝翼 地上死去的灰鸽 鱼翼上画着 盛世的酸泥加纹 蓝忘机挥手 收了结界 冷冷看去 思通盛世 好大的胆子 锦衣 押她去祠堂 离祠堂还有一段路 就见祠堂中 灯影绰绰 隐约可见人影 带走近些 蓝翼下的浑身一击灵 像是见了鬼 蓝思追 你怎么在这儿 还有泽吴君 求宗主饶了弟子吧 泽吴君 没想到您比我和 韩光俊先回来 蓝锦衣快人快语 上前拉着蓝思追 思追 你没事吧 我和韩光俊 可担心坏了 见蓝思追好端端的 蓝忘机才安了心 有蓝锦衣这张快嘴在 倒不用自己开口了 锦衣 你和韩光俊不必担心 有泽吴君在 我怎会有事 蓝思追安慰着 目光落在蓝翼身上 却难忍怒火 你说我不该 在祠堂 那该在哪里 该中了你们的埋伏 在离山盛世关押 蓝翼 你我从无矛盾 你居然火同圣群鹰害我 蓝思追声性温和 能气得他如此失态 蓝翼也算头一个了 惊恶之中 他终于反应过来 蓝思追 宗主陪你去了玄武山 蓝锦衣的风寒是装的 若非锦衣称病 故意透露 思追独自夜恋 也抓不到你串通圣事 伤害同门的把柄 蓝锡衬沉下脸呵斥 看向蓝思追二人 思追 无需为他动怒 审问之事 自有我和韩光君 天色已晚 你和锦衣先回去就请 听蓝锡衬这么一说 蓝锦衣这才注意到 角落里色缩着两个圣事门生 都被傅林锁捆着 泽吴君 韩光君 他们就是圣群鹰派来的人手吗 年长的这个 看起来有些面熟 圣骑 圣群鹰的亲信 蓝旺鸡瞟了那年长门生一眼 收到金光瑶的急信后 他和蓝锡衬 已经彻查了圣事上下 本想拔除 这棵丛里烂刀外的毒草 然而 圣事虽私得大损 但顶多受罚 罪不至死 虽是附属家族 但蓝氏一时 还真没有轻脚的理由 以圣事的形式风格 不可能滴水不漏 蓝旺鸡细细回想 终于发现了问题 业烈又不是排班 谁家的弟子 去的地方都是随机 圣群鹰居然知道 蓝丝锥二人去哪里业烈 还出手救了他 这一切 因为太过巧合了 除非是蓝氏有叛徒 泄露了蓝丝锥的 业烈行踪 泽物军 韩光军 蓝丝锥欲言又止 蓝旺鸡轻拍了拍他的肩 坚持道 回去 是 韩光军 蓝锦衣应道 上前把两个被捆的 圣事门生拎来 和蓝丝锥走出祠堂 见蓝锦衣与蓝丝锥眼门离开 蓝旺鸡在圣旗面前站定 圣群鹰不可能只派你 二人埋伏玄武山 你将他的谋话细细说来 蓝氏可饶你一命 自从看到圣旗兄弟 他就心生一斗 蓝丝锥修为可称佼佼 圣群鹰想擒住他 要么让门生群躬 要么家派修为高身者 这也是为什么 他让蓝锡衬保护蓝丝 追去玄武山 圣群虽是轻信 但修为只是忠上 绝不是蓝丝锥的对手 蓝宗主 韩光隽 小的已经把 知道的都说了 大公子 圣群鹰真的只派了 小的兄弟二人 没有其他后手了 小的不敢隐瞒 你还想为圣事遮掩 蓝锡衬怒而起 蓝锡衬起身 玉面狼军脸都清了 圣群鹰真正设下的埋伏 不是你们 而是这封恶乾坤袋里的 烟渣之物 话音刚落 他手中的封恶乾坤袋 居然动了 摇晃中 伴随着沉闷的野兽呼斥 像是 有什么东西 想挣脱 听动静 还不止一个 见蓝锡衬伸出手 做事要解开乾坤袋 圣群和蓝层一口同声 不能放 下一秒 袋口大开 十数个生果黑烟的怪物冲出 资着扭曲獠牙 铺天盖地 向圣群兄弟扑来 力爪还没碰到 闪着微光的禁锢法阵 从天而降 将怪物们围困其中 你们 圣群惊魂未定 抬头看向 合掌收灵力的蓝望鸡 他从背后取下灵晴 缓缓弹奏着熟悉的阴节 随着问铃循序渐进 法阵中的怪物 渐渐安静下来 黑烟消散 化为点点灵石巨弩 最后一个阴节落下 短暂的问铃结束 蓝望鸡脸色阴沉 晴雨显示 这些凶魂原式离山精怪 被圣氏降服 法器浸润污血后压制 使他们专供圣氏驱使 收放自如 圣氏通过数次练就 使凶魂威力俱增 一直靠着私放凶魂 到仙门各地 各家族门生被其锁伤后 施药来谋私 只因释放的频率不高 且受伤的都是普通世家 才没有引起怀疑 当初私追业烈遇险 也是圣群英 提前放出了凶魂 贼喊捉贼 到凭空落了个 见义勇为的人情 说着蓝望鸡眼前 浮现出一个个世家 一安流氏 落郡沉氏 福州宁氏 这些被凶魂所伤的世家 都被蒙在鼓里 因为圣氏的施旧 与其交好 上一世圣群英 与蓝思追的婚礼上 他们自以为给圣氏出头 喊打喊杀 如果知道圣氏就是背后凶手 不知会不会痛恨自己的愚蠢 问林铁正如山 圣旗垂下头来 终于口吐真言 韩光君说的没错 十年来 圣氏放出的凶魂 伤人无数 当年的老宗主 也是因为发现圣怀恋凶魂 被活活气死 圣群英原响等蓝小公子 被擒住后 再让小人收服凶魂 抹去行凶证据 没想到被蓝宗主先行一步 小人无言辩驳 愿听发落 但兄弟刚入圣氏不久 手上还没沾过血 求蓝宗主 韩光君慈悲 饶小人兄弟一命 为亲人起命之前 你何曾想过 下手暗害的 也是别人的清卷 蓝熙辰冷声反问 说到付出代价 蓝室内奸 沆瀣盛世 也当 还没说完 他的声音 便被一阵怪笑打断 蓝大宗主 您终于想起我来了 怎么样 准备把我乱棍打死 以正家法吗 这声音 正是一直被忽视的蓝义 没错 我就是叛徒 那又怎么样 谁稀罕做蓝室 清卷子弟 蓝熙辰 蓝忘机 你们眼里 只有蓝丝锥和蓝锦仪 何曾正眼看过我 我就该甘愿给他们做陪衬吗 好一顿吼骂 惊得圣骑兄弟 大气都不敢喘 他们没想到 以礼教享誉 先门的姑苏蓝室 清卷里竟能出这种封批 见他口出狂言 蓝熙辰脸色铁青 既然在蓝室这么委屈 我会在你领罚后 除名蓝氏族谱 但你必须记住 当年 你父亲投靠温若寒 抛下 你一走了之 温絮火烧云身不知处时 若不是忘机 拖着断了的伤腿救你 你早就葬身火海了 蓝义一愣 随即不屑 我是什么狠见的人吗 又没求他救我 凭什么要记住 你以为我是蓝丝锥 要一辈子对蓝旺姬感恩待 话音未落 他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满脸憋得通红 是蓝旺姬施展了禁言术 兄长息怒 无须多言 蓝旺姬平静地开口 他没有愤怒 只觉得荒谬地可笑 世上最不缺的 就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见蓝旺姬处置了蓝义 圣旗兄弟心如死灰 正待复死 却见一张闪着微光的符咒 从蓝旺姬手中飞出 贴在圣灵身上 随即隐形 圣灵抬起头 满眼难以置信 我扣留你兄长在蓝室 放你回离山 圣群鹰问起圣旗下落 你就说他还活着 但在外潜逃 蓝旺姬张开手掌 运起灵力 圣灵身上的那张符咒 又开始闪起微光 否则 这张符咒 就会震碎你的心脉 你兄长希望你平安 不要辜负他 百里之外 离山正厅笼罩在结界中 气氛压抑 像是出了不得了的要紧事 啪 圣群鹰拍而起 一脚把圣灵踹得滚到墙角 圣旗到底在哪 没用的蠢货 连个蓝家小辈都抓不回来 圣灵忍痛爬起 西行跪地 并大公子 属下们突遭仇家埋伏 兄长重伤逃跑 未必仇家不敢现身 属下东躲西藏 才逃回离山 辜负了大公子期望 属下罪该万死 不可能 齐山温室覆灭多年 哪冒出来的仇家伏击你们 你给我说实话 圣旗是不是被蓝氏发现了 圣群鹰立声质问 拔出灵剑坎去 你再敢隐瞒 我就 眼见灵剑就要劈下 一微言声音从背后传来 都这时候了 你斩了它 又有什么用 父亲 圣群鹰转身一看 马上收件行李 父亲明见 圣旗就这一个亲人 怎么可能抛下他逃脱 这门声所言 必有蹊跷 本视频由编外疏童制作 韩光君再入室 第四集 你今晚干的事 就是太岁头上冻土 蓝氏岂能容你 如果真是他们出手抓人 还能让圣灵好端端地回来 圣怀反问 事到如今 还不如多想想清谈会的事 那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今年的清谈会 轮到了圣氏承办 一听父亲这么说 圣群鹰更为难了 父亲 就算蓝氏对今晚的是毫不知情 但之前闹得那么僵 万一蓝氏记恨在心 清谈会不来了怎么办 不可能 各宗主都会携得一门声附会 这么多年一向如此 蓝氏最重名声 又为猎四大家族 怎会无故缺席 引人争议 他们肯定会带着蓝氏追来离山 算了 你赶紧把这奴才打发出去 富而过来 是 圣群鹰面容阴沉 居高临下看着圣灵 滚出去 既然宗主 为你解了嫌疑 我就先放过你 你出去后 若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就先一步找到圣旗 把你们兄弟俩剁了喂狗 见圣灵仓皇逃出正厅 圣群鹰重新布下结界 走进父亲 一起小声密谋起来 处置蓝意后 已是黎明 蓝西辰却满怀心事 他愁愁再三 压低声音开了口 望鸡 撕锥的休息 怕是有些古怪 兄长的意思是 蓝望鸡疑惑 蓝撕锥的休息 一直是自己倾传 更是不错眼珠的看着他长大 能出什么古怪 那些玄武山凶魂 是被私追收服的 他这个年纪的修士 纵使修为再高 面对这样的突发险情 也难免慌乱 更何况凶魂极恶 又树木众多 很难尽数收服 这也是为什么 圣氏能靠他们 伤了这么多世家子弟 蓝西辰顿了一顿 凝视着手中的风恶乾坤带 我刚想出手 就见私追当机立断 划破眉心 以眉心血滴入法阵 才降服这些凶魂 若非亲眼所见 我实难置信 蓝望鸡心中锦铃大作 仙门中压制邪碎 靠的都是法阵 结界 法器 符咒四五 和人写相关的 都是惊奇鬼术 仙门修士文之色变 避之不及 生怕被扣上一端的帽子 除了 除了当年 乏温前期 魏无羡鬼道大城 沿途暗杀温氏门生 布下的 就是人许会成的 招音符咒 难道蓝丝锥和魏无羡 同住乱葬岗时 耳濡目染 学了几招鬼术 可那时他才三四岁 学得会吗 而且发了那场高烧后 他就失忆了 就算当年学了些皮毛 现在也早就忘干净了 旺姬 相比于我 死锥和你更亲近 你得空与他谈谈心 这等鬼术 万万不可再使 否则一旦被有心人看去 必会再生火端 是 兄长 蓝旺姬连忙答应 你对圣事恨之入骨 却放过了圣奇兄弟 事何缘故 蓝锡臣问道 身为宗主 族中清倦弟子 差点被仇人的喽啰情注 让他这样的温和性子 也难免动怒 涉及到蓝丝锥 蓝旺姬只会比他更激动 却选择了对两兄弟网开一面 上一世 我和锦衣被勘压时 圣奇不但未曾加害 还一直帮我打听丝锥的消息 蓝旺姬心头一酸 上一世的圣奇凭着轻信的身份 给他们挡下了不少折辱 行刑的前一晚 他来到囚龙前 低头不敢看他 韩光君 蓝丝追他 您别再想了 直到死 他也没见蓝丝锥一眼 虽然这一世 圣奇依然跟随圣群鹰 但他曾经雪中送炭的情谊 蓝旺姬绝不会忘 原来如此 蓝溪尘难难道 这时 祠堂门被敲响 传来值班弟子的声音 则吴君 离山盛世客亲 梦瑶求见 传他来近视稍后 我即刻就去 蓝溪尘扬声道 眉头紧锁 十分担心 阿瑶还是做了盛世客亲 他自从上次传了那封急信 已经许久没有消息了 这么早到访 必有要事 近视中 蓝溪尘还没发问 梦瑶就先打开了话匣子 二哥 韩光俊 你们有所不知 自从上次私动红血蓝眼被发现 金光扇对我更加猜忌 我身在精灵台 每天不知被多少双眼睛盯着 前几日 正好他重提 让我做盛世客亲一事 我便搭运了下来 换到离山 行事也更方便些 你若屡次拒绝做客亲 以金光扇的疑心 会认为你意图脱离掌控 恐怕对你更不利 不过阿瑶 盛世乃是非之地 你多加小心 蓝溪尘叮嘱到 想到上一世盛世也害过梦瑶 他好不容易放松下来的心情 又开始紧急起来 见他担忧 孟瑶故作轻松 笑着安慰 我尚能自保 二哥不必担心 孟瑶 你清晨就离开离山 盛世可有察觉 蓝望鸡问道 上一世 孟瑶一直待在精灵台 根本没去离山做客亲 这个变数 会不会像他重生 导致的蝴蝶效应一样 会产生对蓝氏不利的后果 想到这里 蓝望鸡不免担心 韩光君放心 身后有没有尾巴 我还是能及时发觉的 盛世昨晚乱了一宿 眼下顾不上我 孟瑶喝了口茶润润喉咙 继续说道 盛群鹰见 半夜才回来盛林一个 顿时大怒 部下结界审问 严防偷听旁观 我见状不妙 就主动提出押圣灵进去 趁机在他身上下了监听符 不管盛群鹰如何逼问 他一口咬定盛骑士半路逃走 蓝溪尘与蓝望鸡 稍松了口气 那张所谓会震碎心脉的 其实只是一张普通的符咒 好在圣灵知道几分轻重 嘴还算严实 但其他的 我就听不明白了 盛群鹰突然抓丝锥做什么 盛怀还画风一转 说什么都想想清谈会 我不方便与你们联络的这段时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孟瑶疑惑不解 兄长没想到你在精灵台会受到监视 他之前的书信 只提到了盛群鹰对丝锥的言行 以及让你在今世多提防 还未提到清谈会之事 蓝望鸡解释后 细细讲起了上一世的清谈会 随着他的讲述 孟瑶神情愈发凝重 终于在听到下药时 勃然大怒 我 荷兰斯锥 圣群鹰这无耻小人 怎么想出这种搭配的 话音戛然而止 孟瑶愣住了 像是被施了定身法 半赏才难难道 在韩光郡的梦里 我没去圣氏做客亲 一直留在金光扇身边 而这场盛会 只有先门宗主 或青岩有家的后辈才能去 金光扇本不该让我跟随 难道是 下药陷害你和私追 也是金光扇主谋 蓝旺姬干脆挑明 孟瑶之前屡次忍下 金光扇的苛责刁难 难保尚存一丝 对父亲的希望 他不可能长居离山 总有回金灵台的一天 如果现在不把这种希望 彻底掐灭 他以后会更举步维艰 金光扇 他 他连一条生路都不给我 孟瑶咬牙切齿 恨得发抖 他知道金光扇厌恶他 使他为污点 可没想到 金光扇亲手把脏水泼到他身上 想让他死 死得那么龌龊不堪 世上竟有这么很多的亲生父亲 突然 他感到有人握住了自己的手 温暖柔和 阿瑶 你先冷静 前路已知 我们想办法规避就好 况且人活一世 无法自己选择出身 你切勿因金光扇自伤心绪 听着蓝锡承的安慰 孟瑶慢慢回神 情绪也稳定了下来 金光扇对盛世并不放心 派我去离山 本就想安插眼线监视 圣群英本就冲动冒进 现在没了轻信助力 很多世上 就更像眉头苍蝇似的 一痛乱撞 轻信之位 眼下正好有我替上 这样离圣群英更近 方便探听 也能放松金光扇的警惕 一箭双雕 不可 此事太过冒险 蓝锡承断然拒绝 你贸然接近圣群英 除了这次圣会 他们暗算 你的机会更多 孟瑶自嘲的笑笑 二哥 无妨 当初我卧底齐山 也有惊无险 圣群英 圣怀 还有那金光扇 他三人就算加在一起 与温若寒相比如何 骇人招数何其多 却选了下药 这最下三滥的一种 那偏偏是我见的最多 最不怕的 金灵台 黎珊 清姓 蓝旺鸡撕存着孟瑶的话 一个想法逐渐成形 兄长 孟瑶 我已有了应对之策 说与你们一听 泽吴君 韩光君 这不行 一声大叫传来 把蓝室门前吃草的兔子 都吓跑了 这对撕坠来说太冒险 我不同意 不同意 锦衣 你小声点 蓝西辰无奈道 蓝旺鸡的应对之策 需要几个人一起配合 他们这才把蓝丝锥二人叫来 商议分工 没想到 因为要让蓝丝锥涉险 蓝锦衣这就嚷嚷着不同意了 蓝丝锥哭笑不得 拍了拍她的肩安慰 锦衣 除了这次清谈会 以后很难再有机会倾剿盛事 你放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蓝小公子 盛事说到底 也是蓝氏附属家族 不会太过造次 更何况还有我 到时候撕坠不会有危险的 孟瑶也跟着劝道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盛事上辈子那么坏 万一这辈子狗急跳墙 真伤了撕坠怎么办 蓝锦衣油盐不尽 死活听不尽一点 惹得蓝旺基脸色一沉 云深不知处 静止喧哗 你 看出她动了气 蓝锡尘连忙伸出胳膊 挡住了蓝锦衣 冲蓝旺基笑笑 旺基别生气 你看锦衣 她多像当年的魏公子 听她提起魏无限 蓝旺基一愣 脸色缓和了几分 身旁的蓝丝锥神情一变 极快地扫了蓝旺基一眼 欲言又止 见得了的台阶下 蓝锦衣不情愿地妥协了 那好吧 不过思追 你别手下留情 要是盛群英想加害你 你就出手 到时候算我头上 盛群英修为平平 且一向没什么主见 都是被盛府牵着鼻子走 清坛会上盛府忙着宴兵 不会抽身来给他出新主意的 二哥 韩光俊 你们放心吧 梦瑶说着 将杯中茶一饮而尽 站起身来 时辰不早了 我得赶回蓝铃 没有贺灵 清坛会上这出好戏可演不下去 正午时分 贺灵正满面春风 扭着腰之下了精灵台 却听见几人 交谈声从远处传来 梦瑶 你小子可以啊 居然混成了盛群英的亲戚 以后我们去了离山 你可得请客喝酒 接着是梦瑶谦虚的声音 那是必然 师兄们若赏光来离山 我必然好好款待 梦瑶 你从离山跑回来做什么 莫不是离了蓝铃皮肉痒痒 想回来挨法 见气氛不对 几个金氏弟子忙走开了 梦瑶并不生气 一张笑面迎上 贺小娘 金宗主近日来正筹备整理 重编祖谱一事 抽不开身 昨日便传我回蓝铃帮忙了 胡说 什么整理祖谱 我怎么不知道 贺灵又惊又怒 金光善明明说 这几日要归训新来的门生 太过繁忙 才不见他的 梦瑶两手一摊 一副无辜模样 宗主命令 我岂敢胡舟 不过我听说 原本打算称这次重编祖谱 加入贺小娘的名字 但你的卖身气还在盛世 严格来讲 就不算金家的人 所以盯着梦瑶 贺灵越想越不对 他的确是从祠堂方向过来的 当初与圣群英合离后 他搬到蓝铃才发现 卖身气不在包袱里 只因疲于应付金夫人 才一直没回离山讨要 贺灵越想越气 满脸通红 拔腿向外走去 好个圣群英 敢给我留这种后手 等着瞧 老娘必要你好看 无头苍蝇似的 往外冲了几步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转过身来 他们刚才说 你现在是圣群英的亲信 你一个克轻 怎么可能 我也不太清楚 也许是看在金宗主 几分薄面吧 梦瑶孽如着 神色金黄 贺小娘 刚才我与你说的 你可别告诉金宗主 他听后若是发怒 我怕是再也回不了金灵台了 贺灵听得激动起来 自己只是金氏侍妾 已没身份 二无邀请 想回离山见圣群英千难万难 而梦瑶现在是亲信 这不是瞌睡来了 有人送枕头吗 想到这里 他洗上煤烧 你现在能接近圣群英 那可太方便了 明日离山清堂会 你掩护我进去找他 我得把我的卖身器拿回来 梦瑶大惊 不行 若是被发现 我利用植物之便放你进去 那可就 闭嘴 你敢不答应 我现在就去告诉金宗主 有的是办法 让你再也回不到金灵台 你就在离山那鬼地方待一辈子吧 贺灵不耐烦地打断 转身快步离开 看着他的背影 梦瑶暴毙冷笑 刚才的后怕神情 便脸似得荡然无存 像是只狡猾的狐狸 五天后 清堂会如期在离山召开 虽然种种陈设布置 人手安排 不如圣老宗主在世时 但总体气氛还算热烈 蓝宗主 蓝氏子弟 实乃人中龙凤 蓝氏真是教导有方啊 义宗主向蓝锡城拱手 以示恭贺 陈某记得上次清堂会 骑射大赛是锦衣公子独占凹头 怎么这次他没有随您前来 陈宗主夸奖 我本想带锦衣与思锥附会 但昨日 锦衣随望鸡去除岁 我便只带了思锥铜来 近日 蓝氏来了一批听学弟子 思锥怕长辈们忙不过来 刚才先回去了 蓝锡城笑着解释道 好啊 寒光军逢乱必出 清卷小辈也该多历练 随行是必然之礼 陈宗主连连点头 又说起了其他 蓝锡城边附和着 边把目光落在了一个 匆忙离去的盛氏弟子身上 另一边 孟瑶借口更衣 得空离了盛群鹰 独自来到偏僻处 不时探头张望着 不多时 鹤灵鬼鬼祟祟的出现 我要的东西呢 我冒风险帮你 你怎么现在才来 孟瑶一边递过去 一套盛氏丫鬟服饰 一边故作焦躁 让我离了盛公子这么久 回去我怎么交代 见他匆忙赶回盛氏正厅 鹤灵不满地翻了个白眼 借着石雕眼神 开始换起衣服来 青天白日的 正厅竟拉起了锦帘 晦暗无光 像是有什么见不得光 要遮掩住似的 孟瑶 你刚才去哪了 盛群英坐在正中 宠他皮笑肉不笑 过来看看 这可是我给你选的人 一会儿 你就要与他共度凉消了 孟瑶一惊 忙走过去 这才发现 盛群英身旁 鞋躺着一个人 正昏迷不醒 他顿时大害 您怎么敢把蓝丝锥弄来 泽吾君还没离开离山 他若发现不对 肯定会过来找麻烦的 蓝锡臣再又怎么样 过了今天 就是姑苏蓝氏的末日 父亲说的没错 蓝氏舍不下面子 青坛会果然还是来了 蓝锡臣也是蠢 居然放松了警惕 让蓝丝锥独自先回去 幸好我早就派人 跟在蓝锡臣身边 才得了消息下手 得意和兴奋 让盛群英冲昏了头脑 没注意到孟瑶的声音 冷了几分 盛公子 术属下直言 您这是玩火自焚 拖整个盛世下水 还是及时收手吧 蓝氏 看在曾与盛老宗主 交好的情分上 不会对盛世赶尽杀绝的 孟瑶在离山一向逆来顺受 盛群英从没把他放在眼里过 被这一击更加嚣张 放肆 这里是离山 盛是自己的地盘 我有什么不敢 倒是你 等着给蓝氏陪葬吧 盛群英 你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孟瑶挑眉吃笑 随即右手一挥 在整个正厅 不下了静音结界 盛群英愣了两三秒 才反应过来 怒吼一声向他冲去 梦瑶 你这孽徒敢背叛我 话音刚落 即被猛然传来僵痛 他晃了凉晃 摔倒在地 抬头咬牙看去 只见蓝氏追捏着一张符咒 冷冷看向他 眼神中满是杀意 你 我杀你这余念 盛群英气急败坏 挣扎着去拿地上的灵箭 却被蓝丝追仙一步夺过拔出 架上了他的脖梗 败类 且看今日究竟是蓝家末日 还是你离山盛世的 被自己的灵箭所指 盛群英脸色一阵白一阵青 扫尸面前的两人 咬牙切齿 蓝丝追 算你命大 中了迷香也能醒过来 但你别以为策反了梦瑶 就能从这逃出去 擒住你之前 我骗他扶下了春河伞 马上就会发作 到时候 他意乱情迷 不可能解了这结界 放你出去 清堂会开始前 未保万无一失 他可是亲眼看着梦瑶 把春河伞咽下去的 春河伞 你说的是这个 梦瑶反问 从嘴里吐出一小块湿润的海绵 盛大公子 你下药也与时俱进些 这一套几年前就没人玩了 对付别人兴许可以 但防不住我 本视频由编外疏同制作 韩光君在入世 第五集 原来他口中的春河伞 都被这一小块 早就藏在口中的海绵吸干了 见自己功亏一篑 盛群因正又气又急 蓝丝追手中的零件更近了些 你若想活命 就把如何撕炼凶魂 与你父亲合谋枪害蓝氏 托孟公子下水交代清楚 否则我现在就动手 什么 雄魂 蓝氏都知道了 圣群因骇然 却依旧嘴硬 蓝丝追 你少吓唤人 就算蓝家是盛氏主族 也不能随便杀了我 取你性命 何须动剑 你能下药 我也可以 别忘了 我是你的亲信 是离你最近的人 孟瑶指了指自己 眼神像在看待宰的猎物 早在五天前 我就给你下了黄泉伞 明日就要发作 黄泉伞堪称死法最痛苦的猛药 一旦服下 发作时令人痛不欲生 圣群因下的脸色煞白 要是我死了 你也脱不了干系 无妨 到时候 我不过多编的理由而已 猝死 疾病 业烈重伤 随便我怎么说 你还是把知道的都说清楚 否则休想要解药 圣群因终于绷不住了 哆嗦着开口 十几年前 圣氏在业烈中 收复了许多凶魂 本该度化 可我父亲将其私自媚下 说凶魂家已恋化后 可以为圣氏所用 待圣群因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交代完 孟瑶从衣袋里 掏出一粒丹丸扔去 圣群因忙爬过去 将解药塞进了嘴里 见他再起不能 蓝丝追收起灵剑 和孟瑶走出正厅 站在不远的隐蔽处观望 想起仇人 他仍愤愤不平 圣群因曾害惨了蓝氏长辈 他若执意顽抗 我真的会一箭杀了他 我比你更恨圣氏 如果不是他们 二个 不会是如此下场 孟瑶同样脸色阴沉 我刚才给他的所谓解药 其实是他本想下给我的春和赛 你且等着瞧 好戏就快开场了 果然 正厅门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贺灵 他穿着圣氏丫鬟服饰 端着茶具出现 明显是扮作了送茶的丫鬟 看着他急不可耐的背影进了正厅 蓝丝追松了口气 今日之事 有劳孟公子 他上了沟 我也得回去找泽乌军了 身时已到 清坛会已经结束 圣怀亲自送各位宗主离开离山 今日各位光临 真使离山蓬毙生辉 圣氏还是第一次举办清坛会 若有招待不当之处 还望各位体谅 圣宗主太客气了 凡事都有头一回嘛 金光扇笑着解围 这一天下来 他只顾着寒暄攀谈 如鱼得水 完全忘了 还有个儿子在离山 哟 这金宗主和圣宗主 什么时候如此亲密了 陈宗主忍不住讽刺道 这句话 就差把圣氏想抱金师 大腿写在脸上了 圣怀有些尴尬 还没来得及回答 众人走到了圣氏正厅门前 却听闻一阵一响 仔细一分辨 这分明就是男女于情之声 这不堪入耳的声音 让宗主们面面相去 尴尬至极 圣怀却露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笑 假装发怒 要拉开正厅大门 想必是有门生不检点 敢在清坛会如此放肆 绝不可姑息 见圣怀怒气冲冲 兰西尘忙拦住了他 圣宗主少安无躁 门生年轻气盛 在乎脸面 何不给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 况且 今日人多眼杂 就算要罚 也请等我们离开离山吧 兰宗主还是太年轻了 御室总想着大事化小 以后可是要吃亏的 金光扇瞥了兰西尘一眼 上前一把拉开了正厅大门 圣兄 金某不才 今日打个样给你看看 该如何管教这种狂圣 下一秒 宗主们接经 只见衣衫不整的 居然是圣群英和贺灵 两人还没清醒过来 抱在一起 难解难分 金光扇又羞又恼 狠狠把手中的玉骨扇 砸向贺灵 好个贱人 我要你的命 金宗主冷静 切勿动手啊 其他宗主忙上前劝和 场面一度混乱 圣怀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忙捡起地上的圣氏家袍 一把甩在儿子身上遮羞 你这不中用的东西 怎么会闹成这样 孟瑶呢 身为亲信 他怎么不随时 一把玉骨扇 把本就不清醒的贺灵 砸得更猛了 直到看见圣氏门生找来孟瑶 他这才清醒 扑上前抱着金光扇的大腿哭喊 宗主饶命 是孟瑶 孟瑶心怀不轨 是他骗我来离山的 宗主明鉴 不是我 孟瑶刚分辨几个字 泪上就挨了金光扇重重的一脚 该死的孽障 你怎么会在这儿 见孟瑶倒地 金光扇还想再踹 蓝锡扇一把拉住了他 怒婴难忍 金宗主 您怎可动手打人 孟瑶不该在这儿 那请问他该在哪里 我今世家世 不劳蓝宗主操心 金光扇狠狠瞪了一眼 刚要挣脱蓝锡扇的手 孟瑶抹去嘴角的血 摇晃着站了起来 金宗主 明明是圣公子说 今晚准备去夜恋 让我去取法器 我便离了片刻 哪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贺小娘倚仗您的宠爱 在金灵台一向跋扈 您不加以管束 如今出了事 丢了人 您却反来打我 听了他的控诉 其他宗主也发觉不对 圣事荒唐也就算了 金兄是怎么回事 不至于吧 不知道的 还以为乱来的是他家小辈呢 众人七嘴八舌 宛如苍蝇嗡嗡 呼听一声通传 姑苏兰是寒光君道 宗主们寻声望去 见跟随在兰旺鸡身后的 还有兰丝锥 圣怀的神情宛如见了鬼 丝锥 你不是回云深不知处了吗 为何又折返离山 还和旺鸡一起 兰西尘问道 兰丝锥缓步上前 向众人行礼 见过泽吾君 见过各位宗主 泽吾君 弟子回到云深不知处 才发现通行御令遗失 刚好寒光君除岁归来 说途中偶遇 被圣氏追杀的一位门生 弟子便随他们一起 折返离山 这时 圣怀身边的门生 惊呼一声 只见兰旺鸡身后那人 脱去了家仆外衣 露出的圣氏校服沾血 残破不堪 分明是失踪多日的圣旗 见圣旗突然现身 还与兰旺鸡站在一起 圣群英惶惶不安 凶魂的秘密 显然已经泄露 蓝氏 今天是来算总账的 眼下要紧的是 再造声势 闹大了压下蓝氏 否则只要圣旗一开口 圣氏上下所有人 都得脑袋搬家 想到这里 他爬起来猛扑过去 要扯开蓝丝追的校服 见他苟急跳墙 蓝望鸡一掌 将他打翻在地 力声喝道 再敢动他 你试试看 蓝望鸡这一掌 用了十足时的力 却正中圣群英下怀 蓝望鸡 你可真爱护着 这温氏余孽啊 蓝氏包庇了十数年 还给他改了温姓 入蓝氏族谱 仙门谁家 没遭过温氏惨货 收留温狗 就是与整个仙门为敌 清堂会上 我本想揭穿他 谁知竟被这温狗 下药暗算 让人平白看了笑话 我只来过离山一次 对地形尚且生疏 你说我潜入正厅 下药害你 那盛氏 门生无一人发觉 更无人阻止 这合理吗 况且 蓝氏世代清玉 岂容你信口胡周 你说 我是温氏残部 可有证据 蓝氏追之问道 你右边的腰侧 有一块暗红色的烫疤 是当年被俘虏为奴使留下的 你口口声声为蓝氏便捡 那就撩开衣服 让我们一看便知 蓝溪尘眉端一尘 上前挡住了蓝丝锥和弟弟 欺人太甚 丝锥是昆泽 只因你空口无凭 一句污蔑 就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脱衣 蓝宗主 事关温事余念 不是小事 如果蓝丝锥右腰侧 没有那块伤疤 我父子愿向他下跪道歉 以泄唐突之罪 但他非托不可 圣怀提高声音 故意把伤疤的位置 说得十分清晰 泽吾君息怒 既然圣宗主生疑 未免日后多生事端 我把这误会解开也好 蓝丝锥平静道 伸手解开衣袋 聊起校服 露出腰侧 这一看 圣氏父子险些把眼珠瞪出来 那腰间一圈的皮肤 都光洁无瑕 别说右边有烫疤 连左边都没有 好啊 区区附属家族 耍流氓耍到蓝室头上了 不是刚才说下跪道歉吗 我们都看着呢 一位随父亲来的小公子 气得嚷了起来 少年的义愤填膺 很快扩散开来 惹得众人皆怒 明明自己做了烟渣事 赖到主族头上不说 还逮着主族家的昆泽欺辱 太嚣张了 见圣氏父子虽面色狼狈 却仍硬挺着腰杆食言 蓝忘机伸手入袖 掏出了疯恶乾坤袋 圣氏撕炼凶魂 危害先门 证据在此 圣奇 你来说 是 韩光君 圣奇上前跪地 说起圣怀如何练凶魂 弃死老宗主 再放凶魂到其他世家地界 收服后 施要谋私 说到最后 他泪流满面 圣宗主与大公子多疑 觉得小人身为亲信 知道的太多 按下独守灭口 信得韩光君相救 故随恩人折返离山 揭发仇人 圣奇 以这叛徒该死 见自己穷途末路 圣群鹰爆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抽出父亲的灵剑 冲上前向跪地的圣奇刺去 小心 蓝忘鸡眼疾手快 将地上的圣奇向后一拽 想避开灵剑 但圣群鹰爆起突然 所有人没有预料 加上圣奇又是贵姿 闪躲本就不变 被一剑刺入了心窝 兄长 正听门前的圣灵 亮呛倒地 抱着哥哥的尸身 痛哭不已 在一地血腥和圣灵的惨哭声中 梦瑶握着一张符咒 慢慢走上前来 双眼微红 诸位宗主明鉴 圣群鹰连证人都能杀害 可见圣奇所说 都是真的 我做他亲信随事 也建设不少圣事罪证 经有这张收音符为证 圣事意图陷害蓝氏 早有预谋 还威胁我 不许说出真相 说着 他张开手掌 收音符闪着微光浮在半空 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 在一片寂静中 圣群鹰的阴狠声音清晰传出 这里是离山 圣事的地盘 我有什么不敢 过了今天 就是姑苏蓝氏的末日 倒是你 等着给蓝氏陪葬吧 十几年前 凶魂本该度化 可我父亲将其媚下 加以炼化后 可以为圣事所用 十几年前 你们究竟害了多少世家 陈宗主勃然大怒 单手把圣群鹰拎了起来 一通暴打 妈的 你们圣事一窝子都是畜生 陈宗主的祖上是土匪 脾气狠 下手黑 几拳打得圣群鹰口鼻堂血 身旁两位宗主忙上前阻拦 别打了陈宗主 再打他就死了 被两人拦下 陈宗主愚怒未消 脸色胀红 大喘了几口气 扬起青筋抱起的拳头高喊 圣事恶贯满盈 请主族姑苏蓝氏除奸 请姑苏蓝氏除奸 请姑苏蓝氏除奸 一声接一声的怒吼连成一片 阵笼发聩 山呼海啸的动静中 圣怀颓然瘫倒在儿子身边 摇着头喃喃道 不应该啊 不该是这样 玄政二十一年 离山圣事扶珠 主族姑苏蓝氏将其除名仙门 大快人心 圣事多行不义 早该有此下场 可惜圣其仗义之言 却死在旧主刀下 蓝锡臣叹息一声 给面前的蓝望鸡和梦瑶 各道上一杯清茶 望着生起的鸟鸟热气 他不禁枉然 处置了圣事一众后 他才得知真相 当年温氏追杀 自己逃亡在外时 曾救下了圣其兄弟的父亲 圣父视他为恩人 在摄日之争中立战身亡 抛射下一对柚子 圣其为了活命 也为供养弟弟 踏入离山 成了圣事家仆 他和蓝望鸡 本想收留圣灵 做蓝氏门生 却被圣灵拒绝 他在一个清晨不告而别 从此浪迹先门 圣其已由我问灵后安葬 圣群英的处置事宜 我已交由锦衣决定 蓝望鸡道 看向蓝锡臣身边的梦瑶 梦瑶 多谢 是梦瑶给的无色药剂 遮盖了蓝丝锥 右腰侧的烫疤 韩光俊客气 我深入此局 也是为了自救 只可惜 让金光扇暂时躲过 这两日多有打扰 我也是时候该回蓝陵了 梦瑶说着 就要离开静视 刚一起身 背后传来蓝锡臣的声音 阿瑶 圣怀的罪行还没有彻底清算 你曾为亲信 可以证人身份留在云深不知处 和我一起继续查证的 实际上 圣怀的死已成定局 不需要他再继续留下 做什么查证 蓝锡臣这么说 显然是在挽留他 梦瑶鼻子一酸 转过身来 笑着与蓝锡臣告别 二哥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金灵台 我是早晚要回去的 而且是要堂堂正正地回去 金光扇在清唐 会落了动辄打人的恶名 暂时不敢害我 我还是那句话 你放心便是 咱们兄弟往后 有的是大把相处的事件 见梦瑶坚持要回去 蓝锡臣也不便强留 便一同出了静视相送 大门一开 蓝锡一风风活活跑进来 差点撞上要出去的二人 则吴君 孟公子 恕我唐突 蓝锡一行了个礼 眼里却压不住愤闷 禀寒光君 圣怀非要见您 说是有要事相告 自从圣群英死了 他不是辱骂咱们和孟公子 就是吵着非要见您 失心疯了一样 将死的罪人 还想让忘记屈尊去见他 蓝锡臣冷下脸来 别说圣怀父子是罪人 死有余辜 就算没获罪 也不过区区附属家族 哪有命令主族来见的道理 兄长息怒 我去便是 正好 我也想再见一见 这运筹帷幄的圣宗主 圣群英的死 折磨得圣怀痛不欲生 老儿憔悴 一见蓝望鸡 他恨不得扑上去咬死 蓝望鸡 你们蓝是人面兽心 你和蓝锡臣争一眼闭一眼 放任蓝锡臣那小畜生 害死了我 你还是慎言为好 锡臣是我的侄子 不容你恶语相向 我兄长的名讳 你更不配直呼 蓝望鸡冷冷道 他知道圣群英被蓝锡臣割开脖梗 听着自己鲜血滴答 在绝望中挣扎两天后 蓝锡臣将圣灵放入宪章 将圣群英的灵剑递给他 这是杀了你兄长的剑 让他血债血肠 昨日子时刚过 巡夜帮子刚敲了一下 紧接着一声闷响 人头落地 血债血肠 不该是这样 死得最惨的 应该是你们蓝氏泉族啊 圣氏凭什么要做附属家族 你们都死了 云深不知处 就是圣氏的了 剑圣怀风言风语 蓝旺基只觉深深的憎恶 转身离去 身后圣怀的序道 像是恶魔低语 死了 你们都死了 蓝启人被刺激的吐血而亡 蓝锡臣救你心急 死在我案件之下 蓝锡衣挑断手足经脉 和你一起被竖剑穿身 不对 这不对劲 蓝旺基心头大震 脚步一顿 上辈子 圣怀害死蓝锡臣后 就被蓝锡衣刺杀了 她只知道蓝锡臣的死法 而自己 叔父和蓝锡衣都死在圣怀之后 她怎么会知道 突然 身后圣怀的声音拔高 近乎嘶吼 蓝二 你就不想知道上辈子 我是怎么对蓝丝追下的手 蓝旺基猛地转身 死死盯着那嚣张的嘴脸 这一刻 她什么都明白了 圣群英救人到求取全都提前 根本不是自己重生导致的蝴蝶效应 而是因为圣怀也重生了 本视频由编外疏童制作 韩光君在入室 第六集 怪不得蓝锡衣来离山 圣怀表现得又气又恨 谁会不恨一个杀过自己的人 你把蓝丝追教养得这么好 必然想不到 他会落在我们父子手里吧 圣怀说着 两手做了个猥琐的动作 眯起眼睛笑了 圣家曾经差点被温室灭族 就冲这个 他也活该被千刀万剐 可怜他断气前一直哀求 只要放过你 蓝锡尘 蓝锦衣和蓝启仁的命 对他怎样都可以 你 蓝旺鸡只觉热血冲头 眼前却一恍惚 隐隐绰绰 像是海市蜃楼 圣市地牢中 染血行架上捆着的人 被刮得只剩白骨 上面挂着灵星血肉 只有脖梗和头部完好 他垂着头 像是在注视着自己摇摇欲坠的骨架 也许是注意到自己的目光 奄奄一息的人半抬起头 双眼含泪 满嘴的鲜血 随着嘶哑声音直往外溢 含 含光君 撕锥 蓝旺鸡难以置信 满是血腥 让他机遇作呕 刚才圣怀的话 让他深陷情绪波动 竟看到了上一世自己没有经历的场景 怪不得圣旗三间齐口 若非亲眼所见 他死也不幸 那具活白骨 就是蓝丝锥 悲愤铺天盖地 涌上心头 蓝旺鸡站立不稳 浑身发抖 忍不住发出痛极的嘶吼 他的念想 他的希望 他的掌上明珠 上一世该多疼 多绝望啊 见蓝旺鸡悲痛欲绝 圣怀大笑起来 能看到蓝旺鸡如此失态 痛苦到发狂 他只觉得痛快 蓝二 这次苍天无眼 让你侥幸重生 但你能重生多次 保护蓝氏一辈子吗 况且在蓝丝锥心里 你们的生死安危 比他一个人的重要得多 日后再遇危难 他会一次次牺牲自己 保全你们 他思想早已固化 这辈子你搬不回来了 这次重生 我错就错在对蓝氏太仁慈 给了你们机会反击 蓝旺鸡 你给我记住 日后 我若还有重生的机会 一定把你们 狂言畏落 一记重拳狠狠砸来 蓝旺鸡 紧就这圣怀的衣精 打得他满嘴掉牙 和这鲜血 喷了一地 我是你杀生得来的豹啊 也是你重生的因果 一下下 一拳拳 蓝旺鸡几乎把牙咬碎 仰起的右拳 因为过于激动 用力过猫骨节通红 我的兄长 叔父 是你害的蓝氏家破人亡 你不遭报应 何该苍天难容 你重生多少次 我就亲手杀你多少次 肉体被重击的声响 沉闷又刺耳 圣怀从一开始含混怒骂 变成哀嚎着求饶 口吐血沫 弃绝身亡 蓝旺鸡威攻着身子 好久才勉强平息心绪 盯着这脑袋歪倒 满脸血肉模糊的尸身 我发誓 愿苍天报应你 什么 圣怀死了 蓝氏怎么敢 金光扇从席间站起 大为震怒 按先门规矩 圣怀这种恶贯满盈的罪人 应该被公开处死 和当年温情 被当众错骨扬灰一样 意在震慑 见他发火 梦瑶连忙解释 宗主息怒 蓝宗主放出的消息 是圣群因业烈旧伤复发 难以救治 圣怀悲痛之下 突发心病而死 蠢货 蓝氏那群伪君子的鬼话 你也信 金光扇暴躁地打断 一把抓起酒壶 自贞自饮 想借酒浇灭心头的火气 金氏规矩森严 金光扇不发话 自己就不能起身 孟瑶不说不动 保持着行李的姿势 整壶见底 半醉的金光扇 终于注意到了他 你再去蓝氏 必须挖出 他们动用 私刑灭口的证据 若打探不出 当心我发落了你 发落 是像贺灵说的那样 把我赶出精灵台吗 孟瑶反问道 金光扇一愣 随即面露嫌恶 放肆 你提那个贱人干什么 从离山回来后 您鞭吃贺灵 把他逐出精灵台 金氏地剑 谁不知 他是被您厌弃的贱妇 恨不得人人 脆上两口 他又有伤在身 只能乞讨 昨日已被马车撞死了 孟瑶语气平静 说得更起劲了 此时他头上无钗 身上无衣 面黄肌瘦 疾病又缠身 原来惹您生恨的人 要落得如此凄惨 贺灵还曾被您宠爱 若是您一向就憎恶的我 下场又该如何 孟瑶 你今天发什么疯 给我滚 金光扇话音未落 心口一阵剧痛袭来 让他的斥骂戛然而止 无力地趴伏在了暗机上 孟瑶站起身 冲他冷笑一声 金宗主让我滚去哪里 又去做谁家的客亲 遭谁家算解 若没有蓝氏预知 我早已寒冤而死 又怎能暗中调查 发现你是盛氏帮凶 狼狈为奸 如果蓝氏被灭 最大的获利者就是你 圣怀不过是个傀儡宗主 金宗主 你真是好谋划 大胆 你敢厮杀我 狼子野心的东西 你果然与蓝氏有勾结 在发现凶魂秘密时 二个就曾有过怀疑 圣氏曾险先灭族 怎么会有能练就 大批凶魂的法器 蓝氏审问圣骑时 他描述的一件法器 让我警觉 那是藏于金氏思库的 乌血斩 孟瑶故意放慢 最后一句的语速 他冷然的神色 让金光扇浑身不适 金氏怎会勾结 圣氏这种家族 你这逆徒 休想炸我 你以为思库隐蔽 只有最得力的忠心弟子 才可出入 乌血斩更是从不轻易试人 所以我不该知道 但你忘了 当初我刚入金氏 你为了折辱我 扁我为思库看守 孟瑶弯下腰 指了指自己 乌血斩就在其中 我什么都看见了 听着他的话 金光扇一滴冷汗 留下 心口的绞痛 让他做也做不直 只能倒地喘息 我本想 把真相告知二哥 但转念一想 贺灵是圣群英的前妻 乌血斩一旦败露 你大可推到贺灵头上 致他一个家贼之罪 自己干净抽身不说 蓝氏也会被你视为威胁 后患无穷 况且 金氏罪孽自由我报 和老二哥分析 见孟瑶一口一个二个 还暗算自己 金光扇恼羞成怒 畜生 你和孟氏一样下见 勾打蓝溪尘被刺金氏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 住口 你也配提起阿娘 孟瑶的神情瞬间凶狠 一掌打在他心口 金光扇口吐鲜血 染红了半边身子 他右手死死攥住酒壶 想借力再站起身 却被面前蹲下的孟瑶 按住了肩膀 余光瞥见 孟瑶左手起了一张火符 他终于慌张起来 声音哆嗦 孟瑶 我是你父亲 你想干什么 父亲 你我现在动静不小 为何无人前来查看 你自从清堂会回来 就动辄发火 门生家仆苦不堪言 若无大事 不会轻易接近你 辜负我阿娘 放任贺林侮辱他 从我入京市以来 百般作茧 都是你恶行中 最不值一提的 你记住 今晚你不是喝了 这一壶酒 是喝了很多的酒 孟瑶不为所动 握住了金光扇 攥着酒壶的手 语气陡然间变得凶狠 醉酒后 你站立不稳打碎酒壶 引燃金灵台 下一瞬 孟瑶猛的一用力 自己与金光扇手下的酒壶 顿时粉碎 符咒扑向满地酒水 大火轻刻间燃起 金光扇掌心被扎得鲜血淋漓 在满地大火间滚爬 哀嚎起来 孟瑶后退竖步 冷冷看去 扭曲生腾的火光 映得他无辜无害的面容 十分猙獰 宛如厉鬼 见金光扇逐渐没了动静 他才胡乱往脸上摸了几把火灰 仓皇夺门而出 不好了 金灵台着火了 各位师兄 快来救救宗主啊 求救生很快引来了不少金氏门生 今天有孟瑶服侍金光扇 他们忙里偷闲 早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见孟瑶满脸黑灰 一摆烧烂 狼狈不堪 还一边哭喊着自己失职 一边往火海冲 忙七手八脚把他拦下 冲进店门救人 在一片嘈杂中 孟瑶整了整衣衫 走下了金灵台 他脚步很慢 像是背后拖着什么似的 刚才握住金光扇的手时 他有过短暂的恍惚 他曾多想握我父亲的手 得到他的肯定和赞许 可金光扇呢 贺灵还在时 他们捣缝颠缝 好不快活 还用玉堂春中的唱词 嘲讽梦师 鬼使神差的 孟瑶竟哼唱起了 玉堂春 后面几句 如今苍天睁开眼 仇报仇来冤报冤 肩负淫妇正行点 一场官司画灰烟 唱着唱着 他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扯动嘴角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画灰烟 先门皆知 金氏前宗主金光扇醉酒后 雾影火灾 葬身火海 将葬礼安排妥当后 孟瑶继任兰陵金氏宗主之位 三个月后 纪元大典开始 先门各家族 前往兰陵恭贺 孟瑶身穿家主长袍 头戴金丝额冠 稳步踏上金灵台 这金氏权力的最高点 看着曾经共患难的之音 至有终于如愿 堂堂正正回到金灵台 离命运中原有的灾厄 越来越远 人群最前方的兰西辰 为他由衷的欣慰 察觉到兰西辰的目光 金灵台上的人笑了 好久不见 二哥 我现在叫金光瑶 见到兰西辰 金光瑶喜不自胜 既然大典结束后 他不仅留兰西辰叙旧许久 还包了不少礼物 让他带回云深不知处 牡丹香薰 玉兰杏肩 兰陵墨 这些都是给泽乌军的 兰世中 兰景仪一边掏出礼品 一边念叨 兰西辰会心笑道 我推剧数次 奈何阿瑶情胜 我只好收下 景仪 这其中还有一对牡丹香挂 是送给你和丝锥的 哦 在这里 兰景仪眼间 拿起香挂端项 丝锥一定喜欢 韩光隽 您之前 答应我可以取丝锥 您还记得吗 这件事 是参加盛世清谈会前商定的 兰望鸡点点头 抄写得笔头未停 记得 我和兄长明年为你们筹备婚礼 兰景仪大喜 多谢韩光君成全 自从您把圣怀脑袋打成了烂西瓜 在我心里的形象更加 话音未落 兰西辰与兰望鸡两道目光直射向他 其声严肃道 圣怀是如何死的 兰景仪这才过来 韩光君恕罪 是我失言 圣怀是突发心病而死 谁人不知 动手打人这种事 韩光君怎么可能 正说着话 兰思锥的身影出现在正厅门口 泽吴君 韩光君 我已收起师兄弟们的页列笔记 送去给兰老先生批阅了 兰望鸡心头一动 停笔起身 思锥 随我来 我有话问你 到了兰市 兰望鸡的眼神 久久定在兰思锥身上 真好 他的希望 他的念想 这辈子好端端站在自己面前 没被圣事所害 见兰望鸡盯着自己 兰思锥不自然地笑了笑 韩光君 您为何这样看着我 劫后余生 我心中庆幸 思锥 泽吴君曾与我说起过 你划破眉心取血 降服圣事凶魂 这类招数 是从何处得知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 让兰思锥一愣 韩光君 曾经我和锦衣下山时 在山下市集的一本古书上看到的 我知道 此法不可示人 但当时情况危急 怎可真的让泽吴君出手护我 您放心 这类招数我以后绝不再用 见他结结巴巴 眼神飘忽 兰望鸡叹了口气 你甚少撒谎 我一看便知 告诉我实情 你是不是想起了曾经的事 韩光君 您 您是怎么知道的 兰思锥惊恶道 他记不清恢复记忆的确切时间 只记得 那是个晨光细微的宁静早晨 记忆一幕幕闪回 他呆坐在洒满阳光的卧室中 气不成声 撒谎都是为了掩盖更大的 不愿被发现的真相 你既恢复记忆 为何不告诉我 被看穿心思 兰思锥道也坦然 韩光君 您苦思为前辈 这十余年过得太苦 若知道我恢复了记忆 无异于在您心头伤疤上再割一刀 所以我不愿说 思锥 坐到我身边来 兰望鸡内心酸楚 兰思锥的性子太柔 永远考虑他人多过自己 今天他怕自己伤心 能把恢复记忆藏在心底 那以后呢 其他事呢 正如圣怀所说 他不可能事事周全 保兰思锥一辈子 思锥 你以后不要为旁人思虑太多 我以后也会老 也会死 会有力不从心 没法好好保护 你们的时候 所以记住 无论什么时候 你自身才是最重要的 是 韩光君 兰思锥哽咽着 搂住了兰望鸡 像是个依赖父母的孩子 我向您保证 等您老去 我会接替您继续问鸣 哪怕走遍整个仙门 也一定替您 把位前辈找回来 好 兰望鸡也红了眼眶 这是自重生后 他第三次流泪 他轻轻拍着兰思锥的背 像是刚把他带回兰市时 每晚安抚 他入睡一样 月明年 兰市小双臂 喜结莲礼 仙门各家族 纷纷前往姑苏 恭贺不绝 成婚三个月后 兰思锥与兰景仪 去往墨家庄叶列 偶遇墨选雨 敖战五天女 危机解除后 兰望鸡时隔十几年 终于等回了魏无县 再次见到爱人 魏无县也是感慨万千 大半夜的还精神百倍 慷慨陈词 过了两辈子 想来真如隔世 这十几年来 真是苦了我兰二哥哥 兰望鸡罕见地笑了 转身将助眠相点上 有你回来 我就不苦 太感动了 我都要哭了 魏无县感情症投入 突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兰湛 我昨日听门声闲聊 提起了什么 离山盛事 说的一份填音的 这个家族是发生过什么吗 盛事覆灭 已一年有余 你先睡下 明天我讲与你听 先睡下 那请韩光俊给我哼个曲子 祝个眠 魏无县闭上眼睛 开玩笑道 兰望鸡点点头 轻轻哼唱起一首不知名的曲子 我要出了门的人 再晚也回家 我要这朗朗乾坤下 世事有王法 我要这人间所有道 都在青天下 玩 就会称下来 再次击开玩笑道 但 这一切都会变成 对 两种 是 感谢观看